近几年,旅游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沈阳故宫成为游客来审旅游的首选地。 随着国风旅拍如日中天,沈阳故宫所在的历史文化街区沈阳方城也成为游客最喜爱的古风旅拍打卡地。 身着华美的奇装汉服,尽情展现国风魅力,沉浸式体验百年前的宫廷生活,沈阳方城内每天都在上演古今同游的穿越大戏。 与此同时,拍摄一套古风大片也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沈阳的热门旅游体验项目。 摄影师马闯从事摄影行业十年左右,随着古风旅拍需求量不断增多,马闯抓住商机,成事而上。 马闯介绍,与他预约拍照的顾客多来自外地,或通过社交媒体线上预约,或通过朋友介绍而来。 高峰期每天会服务16组左右的顾客,在与顾客交流的过程中,马闯也敏锐地发现,顾客对写真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更愿意融入当地的人文环境。 经过拍照的话就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以前的游客只是为了打卡,我来这位置,像沈阳市故宫这位置,我可能就拍这个牌子,但现在游客不是,现在游客有点想沉浸式体验,你把我融入当中,我就是故宫当中的一角,有很多都是提前做供电,什么位置好看,有的游客比我们摄影师都很专业。 沈阳文旅叫响全国,游客增多带来了大批的摄影订单,同时加速催生了旅拍产业的形成,古风摄影成为年轻人创业的热门选择。 一年多的时间,沈阳方程中的旅拍店已经遍布大街小巷。 很多的消费者喜欢沉浸式地来感受我们沈阳故宫以及方程区域,他们都特别特别喜欢换上清朝的服装,然后之后做上清朝的造型装面, 然后到故宫里面或者到故宫外面去旅游,正是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做了这一家店。 现在据我们同行人的了解,我们故宫旅拍店已经达到了80家以上。 邓一鸣介绍,旅拍写真的价格从199元到1000元不等,会根据顾客要求满足个性化需求。 除了旅拍写真,还会提供服装道具租赁、造型设计、婚纱摄影以及亲子摄影等。 顾客来源分为自然客流和线上预约。 邓一鸣告诉记者,五一假期的线上订单在4月中下旬左右就已全部约买。 邓一鸣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他告诉记者,每次看到游客通过拍摄写真的方式宣传沈阳,推荐沈阳,都会让他感觉由衷的自豪。 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沈阳文旅事业的发展。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古城中心指导建议我们成立一个旅拍行业的联盟。 我们现在这80多家旅拍的老板也都是积极响应。 他的整个的目的是为了整个加强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业自律, 促进我们行业之间的一个交流,更好的有想法来拓展这个市场,解决行业面临的一些问题。 这样也可以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游玩的体验,让我们沈阳文旅市场发展长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